俗话说,一胖毁所有,人啊可不能胖起来,胖起来之后就会很难受下去。 说到娱乐圈中变胖的明星,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曾经崩慌无限的吴亦版,Chris时期的吴亦版,真是长了一张人神共奔的脸。 之前在L.O.I.S.V.U.I.T.T.O.N.2020穿下男装修场上,吴亦版穿了一身粉红色贵服装,看着还是很可以的。 但在吴亦版,整个人胖了好几圈,脸上也多了很多肉,有不少网友都在调侃,反反这事在肚成了饼饼,慢慢的吴亦版就在发胖的道路上一去不复反了。 吴亦版自己也承认,自己工作忙没有时间运动,还说自己年纪大了容易长肉。 可是反反,你还不到三十岁啊。 吴亦版这么一直胖下去,让很多人以为,反反不会再胜回来了。 但是却被狠狠打脸了,在中秋节晒出的照片中,清晰可见吴亦版瘦了很多,颜值仿佛又回到了Chris时期。 线条流畅,这瓜子脸,下巴上都没有多余的尊重,固然明星都是胖着玩的。 也有网友质疑,这么瘦有可能是后期修徒,毕竟明星要百万修徒师。 但在吴亦版最新的视频动态中,可以看得出来,吴亦版是真的瘦了,皮肤却很健康的小麦色。 不知道是不是打光和后期的原因,看着吴亦版的脸型怪怪的,额头没有刘海挡着显得又大又宽,发际性也有些堪忧啊。 吴亦版整个人十分没有气色的样子,看着皮皮的,很是卷带。 是不是最近工作很忙啊,再忙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。 有网友注意到,吴亦版的鼻子看着很奇怪,说,证明了胖了之后,鼻翼也会变大嘞,感觉有点像王逊。 曾经的吴亦版也这样子露出鼻子,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大,是不是胖也会胖鼻子。 不管怎么说,凡凡还是瘦了下来,感觉颜值很难再回到Chris时期了,颜值巅峰几乎全共谢给Exo时期了。 来欣赏一下当年的凡凡吧,这大长腿真的是很让人羡慕,霸道总裁的记事感了。 大家喜欢一个人总不能完全是看颜值的,这个爱豆肯定又吸引到你的地方, 无意反正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很温柔的人,这也许就是分辞这么多的原因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